中雄市加藏協会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一直希望我們的孩子是優雅的 那在這整個的過程當中 我們人際的互動 社會的優雅就是理 人跟人之間的交心 社會的互動 那就是義 優雅的義 那自己本身成社會之後 在經濟上 在制度上的遵守 可以自我克制 那這就是理由的優雅 往後遇到任何的問題 他可以有勇氣的去面對 然後去改善 去經濟 這就是恥的優雅 所以理義延遲 在陸心平革教育的順逃之下 我相信我們未來的社會是有希望的 是有動力的 我們國家跟我們的社會的成長 是積極的 是正向的 是陽光的 那詐騙頻傳 那現在的尊世重道 還有感恩負責 這個變成世紀的大挑戰 唯有品德教育 項項扎根 才能消敏所有的不平 所以我們深深覺得 真的是要強調品德教育 那在三四年前 我們學會 高雄市家獎協會 已經開始在推廣 先把這個形而上的理義廉恥四個字 先送到校園 那希望學生靜靜出出 可以復興 以後把這個生活的一法詞 封在心中 以後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可以帶著走的能力 陸星的學校特色課程當中 我們有一項是在推廣海洋教育 那我們學校 有一群在海洋教育上面 非常熱忱的這些老師 然後透過他的專長 就帶著我們陸星 對海洋教育感興趣的這些學生 然後對海洋相關的一些領域的知識 然後去進行探索 那我們就配合國民教育署所補助的這種 優質化跟均質化的這些經費 那我們在整個海洋教育的推展過程當中 我們就設置了相關的這些設施 包含各種的這些水族箱 然後在這裡面讓我們的孩子 然後自己本身來飼養這些海洋生物 那在飼養的過程當中 每天都會有志工 他們會輪流排斑 然後到這個地方來進行餵食 進行這些魚缸的清潔 然後還有這些魚類的這些保護 那非常重要就是 他們會把他們在這裡面的研究所得 研究所得 然後去做很系統的這個紀錄 甚至於還會形成專體的研究 形成專體的研究 然後去探索他們在這整個海洋教育推展的過程當中 他們發現的問題 想